谢谢主席 有请我们严农会的蔡主委 蔡主委请 主委好 那个行政院长在除夕的前一天 到台电听起简报的时候 当场指示我们的董事长 那时候你有没有去 因为有开过很多次会了 我不晓得这几次 不是啊 除夕的前一天你有没有去 应该是没有 他是当场指示董事长说 希望核市场的第一号机能 敢在民国一百年十月十日之前 完成商业运转 作为中华民国建国一百周年的贺礼 对不对 你知道吗 报纸上有看到 报纸上有看到 然后呢 针对这个呢 本心也找一些专家了解了一些 我知道核市场的商业运转 如果每年一年的话 替代发电的成本大概要增加两百亿 对不对 换句话说 每一天的话呢 就要增加六七千万元左右的替代发电的成本 所以如果核市场能够提早商业运转的话呢 不但形式上是建国这个一百周年的贺礼啊 对不对 更是实质上能够节省我们公堂的一个政府的公堂啊 而且减少百姓负担的一个好的政绩啊 所以我个人非常的支持这个商业运转的政策 提前的政策 对不对 然后呢 但是要在安全的条件之下 就是 当然我知道啊 不过实陈的问题啊 我有一些疑力啊 言人会你在报告书里面 第四页 有关于那个其中安全分析的审查报告 你们说 一级核子反应器设施运转执照申请审核办法之规定 台电公司核市场中期安全分析报告的核准为机组装填燃料之必要条件之一 是 言人会在97年3月28日即已开始实质的审查作业 其目的在于确保核市场的设计符合严格的核能法规及国际标准 是 等等等等 是 那本会就是你们啊 预计今年下半年会做出审查初步结论 以符合这个 以及后续管制追踪事项的清单 切那个 切切核市基农这个设计符合安全标准 以确保未来运转之安全 这里所谓的下半年 到底是什么时候可以审查完毕呢 这个要看后续的一些问题的澄清了 不过我们给自己的这个时程预计应该是在差不多六月份假如那些问题能够澄清的话那我们会开始准备这个审查的结论那所以大概时间是在六月份之后的一两个月 那个主委 假如假如所有的问题都澄清的话 主委我跟你讲啊 其实啊你要特别注意中期安全分析报告审查完毕以后核市场才能进行初步装填燃料的对不对 而在这个初次装填这个燃料后一年才能够进行商业运转哦 所以这个时程的把握非常的重要 如果核市场你的一号机真的能够在明年十月之前商业运转的话就得在今年的十月之前完成这些初次装填这个燃料哦 对不对 所以跟委员报告啊 呃台电原来的核四的工期在估计的时候那个呃燃料装填到商业运转本来他估计是九个月了 那假如假如顺利的话九个月是可以的 那后来在展延工期的申请的就是去年的展延工期申请的时候把这个部分又增加了三个月 所以刚刚刚委员说是不是燃料装填一定得要在今年十月 那不一定不一定 怎么不一定 假如今年十二月 当然不一定你们没有办法赶上的话 对不对 延伦会你们的审查工作哈 没有办法就是经济部或台电再怎么的努力啊 也是为延宕商业运转 没有办法在明年的十月十号之前完成 我刚刚跟委员解释就说不一定这样子啦 不过不管怎么样 不管怎么样啊 我们还是以安全地义啦 当然啦 我们没办法去配合台电的时程 你没有办法配合台电的时程 也没有办法配合行政院长的要求 行政院长要求其实很简单在安全无余的情况下 我问你可以吗 明年十月十号当着建国一百十六 我没办法回答委员的问题 对不对 你没办法哈 所以很快的 我是认为会跳票啦 不过呢时间还有啦 还是要努力啊 行政院长要求啦我不知道台电的那个董事长请你来说一下 当时你们有没有承诺啊 董事长 不过刚才我听经济部次长报告哈 你们是预计第一号机是在十二月的十五号 那便是就提前两个半夜而已 当时你有没有承诺说OK 我先来解释 有没有有没有承诺 我了解的情形 其实 不是 你不要那么多我的时间有限 你当什么 没有任何承诺 没有啊 只是他这样讲 他讲他的行政院长讲他的 你们听你的 不是有没有 他有这样讲对不对 我要 我要跟委员报告是这样 不是 你不用讲那么多 我的意思说 我们院长提出来 十月十号当中国民国建国一百周年的鹤里 商业运转 所以在这里啊 我希望你们哈 真的赶快去做 既然行政院长提出来了 两位单位哈 尽量的 赶快的 实陈方面 能够收拾 尽量收拾 用八个字来形容 全心全力 安全第一 当然是安全第一啊 什么时代安全第一啊 我们那院长没有邀请 你不要 我们会全心全力 对 我当然知道全心全力啊 现在我就说 实陈的问题 安全的问题 难道我们的院长会不顾立安全 绝对顾立安全的嘛 对不对 你不用提的话 总是 当然安全无力啊 难道安全有力的话 我们委员会让这样子要求吗 当然是安全为力 在安全的保障之下呢 希望我们能够提早完成 当着合理 好不好 这是我们 没办法做到 我们努力去往这个方向 没办法做到 对不对 目前的这种攻击的排序啊 我觉得最健康的看法是说 全心全力来看看我今天 你讲了废话嘛 不是 董事长你讲废话嘛 当然要全心全力啊 安全为力 我的意思 我本委员 本委员在这里要求 既然我们行政院提出来 当着合理的话 我希望你们尽快赶快去做 这个时程还有吗 对 尽快去做 那安全为主 如果不安全的话 谁敢那个呢 是 对不对 是 因为他跟那个造物工程 不用讲那么多了 不用讲那么多了 行政院长也提出来 然后我们本委员 也在这里跟你要求 赶快认真的去做 好不好 是 好 那个 合市场的 新建从69年开始 到现在已经30年了 刚才啊 你那个 董事长您报告说 因为情势的变更啊 或者法令变更啊 其实讲不好听 就是 陈水扁片片面 这个先不停建嘛 对不对 还有材料的 还有上涨啊 还有厂商的问题 等等的因素嘛 对不对 总算现在要 快要新建完成的一天了 台电有没有计算过 合市场 一共花掉多少经费来赠 来新建 有没有 有没有 算过 到目前是 差不多2300多亿 那我们预估啊 假如顺利的在 一百年跟一百零一年分别把两部机组顺利的商转的时候 那么估计的这个经费应该在两千七百多亿左右 那加四百亿啊 呃 他当初加四百 不是那就是说要追加四百亿了 呃 他其实追加 那两千三两千七嘛 追加的话其实已经 这是第三次的调整了 从当初 我知道调整也是追加嘛 对不对 是是是 你不用说来来说跟我们呼呼一下 从上市到现在 所谓调整就是追加 就是你们还要追加四百亿嘛 是是 那个工时呢 时间呢 呃工期啊 这两年才如期完成吗 我们提出二十九个月的增 也没有问题 两在两年 就会议定那个议定时期完成吗 也没有把握 我是朝这个目标在努力 还没有把握就是了 呃因为哦 现在是在市运转的阶段 没把握 到到燃料装 好了好了 不要跟我浪费时间了 认真一点去做了 还有再生能源发展通过以后 台电啊 要要增加很多的那个 那个再生能源的比重嘛 对不对 以太阳能来说 这一度电要成本到十一块嘛 那核能的话一块多 燃料的两块嘛 增加台电那个你们的发电 和购电的成本啊 不过在这里啊 我也我也很清楚的去了解啊 你们九十八年的法定 营业的亏损是三百五十七点八亿嘛 然后呢 因为这国际农员 那个农员价格回跌 以及国际运输成本下降的因素的等等 你们实际的亏损就十四点八亿嘛 然后你们今年的亏损的额度啊 也有七百亿嘛 合起来还有一千多亿啊 所以在这里啊 我要求你啊 这个动涨 不准涨电费 我们目前没有这个规划 没有规划啊 因为这还有一千多亿动涨的 那个那个亏损的空间嘛 对不对 这这这些其实就政府的努力 帮这个我们全民吸收嘛 对全民吸收 我们要要放 不要没有涨的那个 不会涨了 OK好 谢谢 目前不要有规划涨的 那是非常好的 台电不会涨价 谢谢 那另外啊 这个你们这个农员的来源之一是 风力发电 对不对 那本吸收知道国内大概有多少 150部的那个风力发电机 台电 台电就80万 80部对不对 每一部的成本是一亿四千多万 对不对 合起来你们在国内 就是所有的150部啦 包括你们台电投资大概200亿 但是这个发电 风力发电的功能啊 并不合台湾的需要 为什么呢 只要因为台湾的风 冬季很强 夏季很弱 然后这些夏季风力 这个要发电的那个时间啊 大概只有6%的时间 对不对 所以台湾的用量 最用最多的是夏天嘛 冬天用的少嘛 对不对 你看我讲的对不对 对 方向是对的 对方向是对的 那我们支持台电用 用再生农员来发电 但是应该要是兼顾的是 提振国内的产业发展 国内的这个150多部的 那个风力发电 全部是国外进口 不但讲维修费 也是用国外啊 靠他们啊 所以我们花了200多亿的 风力发电 几乎全部被外国人赚走 对国内产业一点帮助都没有 对不对 所以在这里啊 我要跟那个董事长提出来 我的看法 未来啊 如果新增的风力发电的话 应该让厂商把它技术移转 如果它不肯移转的话呢 就不准参与投标 这是我在这里见识的建议 因为呢 不是 因为国内的产业啊 这方面的几乎是零嘛 那这以我们能源级标 标榜发展再生能源 辅助国内力能产业政策 背道而驰啊 对经济毫无发展毫无作用 刚才我又讲 我也跟你说 这么大的发电量就那么少 所以我甚至提出来在这里啊 我看你有话说啊 我是说风力发电以后就不要做了 用别的嘛 别的发电方式很多嘛 去年啊 我们这个国家签了政府采购协定 那么在七月去年七月之前啊 台电在风力发电的工程里头啊 也是尽量的扶持国内产业 对 我们有ICP 然后也要求计转等等 可是到了从去年的七月以后 那 政府采购协定签以后 这些规定都不能了 包括那个刚刚委员所讲 说要他计转否则不能进口 这些都会违反国际的规定 我知道了 所以所以那个董事长 董事长 不是说违反国际 用点脑筋嘛 对不对 很多事啊 我不想给他做 我们很多的方法 让他不能拿了 因为我们要以国内的产业为主啊 最近有东元就已经开始推出 第一步的这个机组 原型机组 我跟你讲 风力发电啊 发电量少 投资那么大 钱都给外国人赚去 那不符合我们产业发展 要扶持我们产业 当然你要用一点脑筋啊 对不对 唐敏官皇的话 看起来是怎样 不能符合 我们可以想办法 其实这些啊 你们你啊 我不晓得你会不会做 你的下面人都会做嘛 他想要给谁投标 他们都知道怎么 技术上 不是 国际上也是一样啊 你台电本来就跟国际 常常也有做投标的工作 在国内有政府在够法 在国际有政府在够决定 哎呀 我跟你讲啊 这个你们啊 道高一词啊 谋高一丈啊 不行 那我们也不是说你谋高了 那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如果是要 那为了我们自己国内产业 我们一种技术上 这一些你们台电的这一些老的干部 你回去私下问他们 怎样的来排除 然后帮助我们国内产业 他们一定可以帮助你 你回去好好 你会带动国内的一些产业 譬如说 他在建设的过程 他的土 你回去 我刚才有提的 花那么多钱 风力 那个 那个用电量那么少 然后 都行 嗯 去哪里